咱们再看 关于营运资金管理的第三个原则 叫什么呢 节约资金的使用成本 使用资金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我们前面筹资管理里边 所讲的资本成本 针对的是长期资金来说的 我们现在呢 主要是针对短期资金来说的 节约资金的使用成本 那到底怎么去节约呢 就是在营运资金管理当中 必须要正确的处理 保证生产经营需要 你到底日常的经营活动啊 应该需要多少这些资金啊 需要多少资金啊 你需要去确定合理的资金水平 然后还要去考虑 这个使用成本 应该是在成本和满足需要之间 来做出相应的权衡啊 要在保证生产经营需要的前提下 在这个前提下 尽力的尽量的来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 这话你能懂吧 就是这些现金呢 应收账款啊 存货啊等等 就这些流动资产所占用的资金啊 它是要有代价的 那么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占用这些资金 明知道它的收益性是比较的差的 为什么还要占用呢 是因为我们得满足日常的经营活动的需要啊 所以我们呃 前提是要满足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 然后再考虑 尽量的去呃 运用这种低成本的资金 也就是说尽量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啊 好那下边呢 我们再看呃 关于具体的这个过程啊 首先就要挖掘资金的潜力 加速资金的周转 精打细算的来使用资金 使用什么资金呀 就是现金 应收账款 存货啊 那就涉及到这三个方面的管理 应收账款的管理 现金的管理 存货的管理 是整个营运资金管理的非常核心的内容 在考试当中呢 也是特别爱出题的 那在这里边先看一下现金的管理啊 现金管理啊 里边我们涉及到呃 成本的项目 以及确定呃 正常的现金需要量 就或者叫做合理的 或者也可以叫最佳的这种现金需要量 我就把这两大方面给大家说一说啊 因为你需要去考虑成本呃 在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情况下 来尽量的去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你使用现金 那都有什么样的成本呢 所以先来看现金的成本项目 包括第一 机会成本 第二 管理成本 第三 短缺成本 第四呢 就是交易成本 先来看什么是机会成本啊 机会成本 什么意思啊 来看一下它的概念 就是企业因持有一定的现金余额 丧失的再投资收益 这就是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 也就是说你丧失了把这个资金 用到其他方面的机会的收益 比如说这笔钱 你以现金的形式占有了 你就没有进行有价证券的投资啊 那当然你就丧失了有价证券投资的收益啊 那你所丧失的有价证券的投资收益 就是你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整个进学的一个成本的概念 就是我们不管是企业还是我们个人 在做出选择的时候 所需要考虑的一种成本 比如说你选择是考会计师 还是不考呢 你在做出选择的时候 你是需要去考虑机会成本的 比如说你考会计师 那你就需要去 这个付出时间来学习 那你学习所付出的这个时间 就没有用到其他方面 那你就丧失了 把这个时间用到其他方面 比如说你没有加班啊 那么你丧失的这个 相应的时间里边所赚取的收益 那就是你学习快议师的机会成本 所以做出任何一种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这种代价我们就把它叫做机会成本啊 你是丧失了其他机会给你带来的收益了 那他就是你干这个事的机会成本 好这里边就叫丧失的再投资收益 一会儿再给大家展开说一说啊 管理成本再看一看 管理成本啊 就是因为持有一定数量的现金而发生的管理费吗 比如说你得有管理人员的工资啊 那你得有一些这个啊 这个安全的措施 这些费用等等啊 这些都叫管理费用 在相关的范围里边 你到底持有多少现金 实际上这个管理费用啊 它和持有现金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一定的范围里边 比如咱买一保险柜吧 里边容量足够的大啊 在相关的范围里边 那你往这个保险柜里边放多少现金 和这个因为买保险柜所付出的这种代价 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啊 这个呢是关于管理成本 接下来这个短缺成本是什么呢 就是你现金持有不足了 你现金少了 又没有办法及时的通过有价证券 来补充你所需要的现金 那必然就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这种损失呢 就叫做短缺成本 好 再看什么叫交易成本呢 就是有价证券的转换 嗯 这个比如说你需要现金的时候 就通过卖有价证券来转回来现金 那么转换过程当中是需要去付出代价的 那这种代价呢比如说你每一笔的这种转换啊都需要有手续费的 那他就叫做交易成本 我们只要知道大概的意思就行了啊 在这个现金成本当中是有四个成本项目 机会成本管理成本短缺成本和交易成本 那么关于这几种成本啊都是比较的重要的 然后再给大家补充一下那个再投资收益 再投资收益啊就是企业不能同时用这个现金 比如你企业持有这些现金了 你就不能把这些现金比如一百万的现金 你以现金的形态存放就不能再进行有价证券的投资了 那假如说有价证券投资的收益率是百分之三 是百分之三 那你就丧失了这一百万用于有价证券投资的百分之三的收益 也就是你丧失了三万元的收益 那这三万元的收益呢 就是你持有一百万现金的机会成本啊 好 这也就是再投资收益 基本的意思在数额上边呢 就等于资本成本 就是你使用这样的资金所付出的代价啊 下边呢再来看目标现金余额的确定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来判断一下 或者通过一定的模型哈 确定一下到底企业需要多少现金 这个就叫做目标现金余额的确定 现金多了就会有闲置浪费 收益会比较的低 现金少了又会出现短缺 所以就必须要确定一个目标现金余额 或者叫最佳的现金持有量 有什么样的模型呢 三种 第一种模型叫成本模型 在成本模型下边是需要去考虑现金的机会成本 管理成本和短缺成本的 所以成本模型是需要考虑三种成本类型 现金的三种类型的成本 接下来第二种类型叫存货模型 存货模型里边就有基本的计算公式了 但在我们预期班当中不讲的啊 你只需要了解成本模型需要考虑的成本 即使记不住都没有关系的啊 这只是给大家做一个铺垫而已啊 那么关于存货模型里边包括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 这是存货模型需要考虑的两种类型的成本 也就是说在存货模型下边不允许出现现金的短缺 只要现金不够 立马就把有价证券转换回来现金 那你把有价证券转换回来现金 必然就会付出交易成本 所以他所考虑的是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这两种类型 下面还有一种类型啊叫随机模型 随机模型有比较复杂的计算公式啊 都在基础班来讲 那么随机模型需要考虑的也是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 那现在你看啊 虽然记不住啊 没有关系啊 你只需要去看 有三种模型啊 三种模型里边都考虑相应的一些成本啊 那么这三种模型呢 我们看一看啊 作为存货模型和随机模型所考虑的成本是不是都一样啊 也就是都考虑两种类型的成本 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 考虑这两种类型的成本 我再问你 这三种模型共同考虑的一个成本是什么 共同考虑的成本就是机会成本 只要持有现金 必然就有丧失在投资收益的这种机会成本啊 所以三种模型共同考虑的成本就是机会成本 好 下边呢 再给大家说一说 关于我们这个成本模型下边啊 目标余额应该是这三种成本 机会成本 管理成本和短缺成本所组成的总成本最低时的现金持有量 也就是说现金 目标现金余额是多少比较的合适呢 就是在成本模型下边 应该让这三种现金的成本之和最低 那我们下边看一个图啊 这图也是了解大概就行了 你知道这个意思啊 横轴呢 是现金的持有量 纵轴呢 是持有现金的成本 那么管理成本呢 我前面也说过 就是在相关的范围里边呢 管理成本是不随着现金持有量的多与少发生变化的 所以它是一种这个固定的成本 相关范围里边管理成本是固定的 这个固定指的是不随着现金持有量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它是一条水平线 接下来再看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就是你持有的现金 比如说是十万 丧失在投资收益是多少 一百万是多少 那显然作为机会成本 它会随着现金持有量的增加而增长 是吧 所以机会成本呢 应该是向右上方倾斜的 那短缺成本呢 短缺成本就是现金持有少了成本 短缺的 这个就会比较的多一些 所以作为短缺成本 正好和现金持有量是反着来的 因此它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然后呢 我们就去找 好我们去找是三种成本之和最低的那个点 实际上就是这 这两个这个机会成本和短缺成本 这两条线相交的那一点 相交那一点所对应的总成本 应该是最低的啊 所以这个成本模型下边呢 就是让这三种成本之和最低 对应的现金持有量 就是最佳的现金持有量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好 下边我们再说应收账款管理 关于应收账款管理 首先 依然还是看应收账款的成本有哪些 稍微想一想 我们前面现金成本啊 有四种类型 然后再看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就是我把产品销售出去 但没收钱呢 那我肯定我这个应收账款占用我的资金呢 那占用我的资金必然就会有机会成本 也就是我这个企业把资金占用在应收账款上边 就不能干别的了 不能进行其他的投资了 就丧失了在其他投资方面的投资收益了 这就是机会成本啊 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啊 所以就是资金投放在应收账款上边 而放弃的在其他投资当中所获得的收益 这就叫机会成本 哎 那我问你啊 说我这个应收账款一共是100万 都是收销的形式吗 100万啊 那你说占用我的资金是不是100万呢 占用企业的资金是不是100万 这事你得知道一下啊 如果应收账款是100万 就是说我这东西我往外卖 然后售价 整个算出来的收入是100万 都是收销的这种形式 那自然我就形成了100万的应收账款 但这个100万的应收账款 是不是就占用我企业100万的资金呢 不是的 他所占用企业的资金应该是成本的部分 为了这个产品我们到底用了多少资金 因为他卖价和成本价 它是不一样的啊 那那这里边呢 应收账款100万 占用的资金可不是100万 应该是在100万的基础之上呢 再乘以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变动成本率 后边第八章会给大家略说一下 变动成本率 就是在成本当中变动成本占的 在价格当中所占的一个比率啊 这叫变动成本率 比如说啊 这个单位变动成本是4块钱 单价是5块钱 那变动成本率呢 就应该是80% 那应收账款 债用的资金啊 100乘以80% 乘以80% 就是他得按变动成本来进行计算 这只是说了一个大概啊 还有很多细节的知识都留在基础班 所以基础班必须要好好认真的去学啊 现在说的是一个基本的思路 好 你认识机会成本 接下来管理成本 那你进行应收账款管理 那必然也会有相应的费用 比如说对顾客来 这个客户啊 来进行资讯的调查呀 收集相关的信息啊 那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 这个就叫管理成本 除了管理成本之外 他还有坏账成本 就是说应收账款形成了100万 是不是100%100万都能收回来呢 那可真不一定 那我们可能预计大概有10%收不回来 那就有坏账的这种成本啊 所以无法收回的应收款 就是坏掉的账款 那这个就叫做坏账 那关于应收账款的成本 就包含了机会成本 管理成本和坏账成本 要能够和现金的四种成本项目区别开来 他有短缺成本吗 没有啊 应收账款可没有短缺啊 我们最好没有应收账款 如果这个企业在竞争当中倍儿厉害 也就是他的竞争能力极强的话 那这样呢 他如果卖这个东西啊 你要不给现钱 我根本不卖给你 我就是老大 你想买就必须付现钱 这种多好啊 所以应收账款啊 不会存在短缺的成本啊 下面再看 应收账款管理的主要内容 它的内容包括信用政策 里边有信用标准 信用条件 收账政策 还有应收账款的监控 讲了四种监控的方法 还有应收账款的日常管理 日常管理里边 又涉及到比如应收账款保理什么的啊 但是这里边都不给大家 在预期班当中去展开 主要展开那么一点点的 就是把信用政策稍微说一说啊 信用政策这些基本的概念 看一看 信用政策里边有信用标准 那什么叫信用标准呢 就是信用申请者 比如说你卖东西 然后我呢 想先不给钱来买 你那个东西 就相当于我是设购 你是设销 那你得考察一下啊 你得调查一下 对于我来说 那是不是满足你设销的这种条件 满足你设销的这种标准 那假如说你把东西卖给我了 我是穷光蛋呢 拿到你的东西 我根本没有能力付货款 那你这不鸡飞蛋胆了吗 所以说一定是要去调查一下 关于信用的申请者 他的一个信用的情况 所以信用申请者 获得企业所提供的信用 所必须达到的最低的信用水平 实际上这个信用是什么 就是借贷 你说我从你那不花钱 就可以把货先拿来 那不就相当于你给我提供一笔资金吗 你借给我一笔款项 可能借个三十天 所以实际上呢 像这种奢购啊 奢销啊 它都属于信用活动啊 那一般这个最低的信用水平 是用什么来判断呢 就是用坏账损失率来判断啊 你是不是一直有赖账的这种情况啊 那坏账损失率大概有多高啊 那通过坏账损失率来定量的判断一下 你的这个信用水平啊 好接下来就是信用条件 信用条件呢 是说我已经满足了最低的信用水平了 哎你就把货奢销给我了 然后呢 才会涉及到有信用条件 那信用条件就是销货企业要求 奢购客户支付货款的条件 它是由信用期间折扣期间和现金折扣所组成的 就是说你把一百万的货卖给我了 然后告诉我啊说30天之后要给钱呢 那这30天叫什么就叫做信用期间 相当于你借这笔资金给我的时间 期限30天 然后折扣期限呢意思就是说 哎如果你要早付钱呢 那你把这个货款啊 比方我要早一点把货款给你 比方10天内要把这个货款给你的话 我可以少付2% 2天那就少付1% 反正就是越早给的话 那付的款就会越少啊 这就叫做折扣期间和现金折扣 现金折扣啊就有用这个折扣率来表示的 那如果大家学过助理快试的话 应该知道我们现金折扣的基本的表达形式吧 比如说这种现金折扣条件啊 十看着像十分之二啊 二十分之一 然后三十分之N 这能认识吗 如果这样写 你能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如果学过自然是知道 没学过一说你也就知道了 意思就是如果十天内付款 可以少付总货款的2% 二十天内付款少付1% 如果第三十天三十天付款 那就没有no 没有现金折扣了 那这个就是信用条件的组成 包括信用期 那这三十天信用期 包括这个折扣期 那这个十天二十天都属于折扣期 还包括现金折扣 用相对数来表示2%1% 这个都叫做现金折扣 实际上就是折扣率 这个就叫信用条件 只有满足信用标准 才会涉及到下一步信用条件 好接下来还有收账政策 收账政策 有那些条件 比如说三十天要给我钱呢 三十天要给货款呢 结果没给 到第三天也没给钱 叫信用条件被违反了 才会涉及到收账政策 T所采取的收账策略 信用条件被违反的时候 那采用什么样的收账政策呢 可能这个企业比较积极的 有积极的收账的政策 那也会有消极的收账政策 积极消极的收账政策 对应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我们分析啊 你应该是能够懂的 比如说积极的收账政策 就是说哎呀 那个客户啊欠我钱啊 后期了他没给赶紧去要去 直接咱打个飞滴过去啊 去要这个钱去 那肯定啊 就是要来的这个几率呢 会更大一些 就会减少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因为你要来了 那要来了的话 那你应收账款的这个 期间啊 占有的时间就会比较的短嘛 那没有来 那继续还有应收账款 占有的期间长 期间长你占有的时间长 丧失的再投资收益不就多吗 所以说会减少 如果采用积极的收账政策 就会减少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会账成本 但是会增加什么 那打飞滴过去了 派人过去了 那你这样呢 相应的收账成本就会增加 所以会增加额外的收账成本 那咋办呢 就得权衡嘛 就要在收益和成本之间 做出一个最佳的权衡啊 那消极的收账政策呢 消极的就是 哎呀到期了 他没给钱呢 没给就就打电话问问呗 为啥没给呀 然后还没给 那就再打电话问问呗 就特别的消极 不积极主动的 所以会增加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会增加坏账损失 但会减少收账费用 因此啊到底什么样的收账政策 是强硬一点 还是稍微的消极一节 那这个还是要在收益和成本之间 做出相应的权衡啊 这就是我们财务管理的基本思想 就是要在收益和风险啊 和这个成本之间 要做出一个最佳的平衡啊 好那以上是关于应收账款管理的内容 我们是在预计班当中说一个大概的框架体系 下面再说一下存货的管理 存货管理里边依然还是在成本和收益之间 做出一个权衡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存货的成本啊 包括有取得成本 有储存成本 另外还有缺货成本 哎 它是有缺货成本的 应收账款有没有短缺成本啊 没有 现金有短缺成本 而存货也有缺货成本 因为它少了 真的可能就会出现短缺 有一些事就干不了了 那这样呢 比如你存货少了的话 就会出现取这个停工代料啊 那就会有这样的损失 当然这损失就叫缺货成本了 但应收账款可没有 那在这里边呢 首先来看什么叫做取得成本啊 就是为了取得某种存货 而发生的支出 比如说留住咖啡厅 如果要采购咖啡豆的话 那一斤咖啡豆多少钱 是不是得有这样的成本呢 那这个成本就叫做购置成本 那还有什么呢 那我要去订货呀 我有相关的一些订货 比如采购人员的一些费用支出啊 那还有一些这个运输费啊等等啊 所以是有为了订购这批货 而付出的代价 那这个就叫订货成本 而订货成本呢 它又包括 是不是和每一次的订货量 有没有关系 按这个来分为啊 又分成了固定的订货成本 和变动的订货成本 或者叫订货变动成本 一会展开 所以大家说一说 你现在先看一个大概啊 就是取得成本 包括购置成本和订货成本 那订货成本就是为了去订购这批货 所付出的代价 那这个叫订货成本啊 再看 那买来了不得储存嘛 所以还会有储存成本 呃 储存成本呢 和储存的量是不是有关系呢 按这个来分类 就包括固定的储存成本 和变动的储存成本 固定储存成本 就是和你储存数量的多少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每次到底订多一些还是少一些 这部分的储存成本那是不变的 因此呢 像这个仓库的折旧啊 仓库的职工的 呃 这个固定的月工资啊 像这些都和你到底订购多少 储存多少是没有关系的 都是相关范围里面啊 我们所考虑的都是相关范围 那像这个就叫固定的储存成本 那还有变动的储存成本呢 变动固定是说和什么有关系 和储存量而储存量又和订货量有关系 你每次订货量多 储存量就会多啊 呃 那这个变动储存成本呢 指的就是和那个订货量和储存量是有关系的啊 也就是储存量如果越多的话 这部分成本就会越多 比如说存货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 你买这批货不也占用了资金 不也花钱了吗 那你花钱占用的资金啊 那这个占用占用了资金了 那这个利息 那不就也相当于丧失的再投资收益吗 相当于是机会成本的一个意思 还有存货的破损变值的损失 存货的保险费 肯定都和存货到底储存多少数量是有关系的 这就叫做变动储存成本 而且你发现没 如果储存量越多的话 变动储存成本就应该是越多的 好 再往下我们再看缺货成本啊 缺货成本就是由于存货供应中断而造成的损失 比如说材料供应中断造成的停工损失啊 库存缺货造成的拖欠发货的损失啊 丧失销售机会而造成的商誉的损失啊 像这些都是因为存货的短缺而造成的损失 所以就把它叫做缺货成本 那你缺货成本如果允许缺货的话 它和缺货数量啊 或者说啊 它和那个订货数量有啥关系呢 你订货的数量越多 缺货量是不是就越少啊 所以缺货成本不就越少吗 订货量越多缺货成本越少 所以它应该和订货量是反向关系啊 注意和谁反向和订货量 不是和缺货量和缺货量肯定同向嘛 和订货量是反向的这种关系啊 变动储存成本呢和订货量 就是你每次到底订货多少啊 和订货量我们用Q来表示吧 和订货量Q呢 应该是同向变动的这种关系 那作为这个订货变动成本呢 那它和订货量应该是反向的关系 好 所以下边呢 我们就把这个订货成本再展开一下啊 刚才说了 这个订货成本呢 它也分为固定的订货成本 和订货的变动成本 就是固定的 有变动的 那固定变动是和谁相比较呢 是和谁的关系啊 看和谁的关系 和订货量Q啊 和Q之间的关系 那也就是说 你每次订货量 不管多还是少 那固定的订货成本是不动的 所以它和订货次数没有关系 就是和订货量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 长寿采购机构的基本开支 这就属于固定的订货成本 然后订货的变动成本呢 自然和订货量是有关系的 因为它和订货次数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 这个相应的一些运输费啊 拆旅费什么的 那你像这种拆旅费 油资费 是不是你订货次数越多 这部分费用就应该是越多的呀 订货次数越多 那一年 比如说 一年就360万吨 然后一年呢 360万吨呢 一年就订货十次 一年订货十次 那一次订货多少呢 注意啊 一年需要360万吨 一年订货十次 那一次订货就应该是36万吨 一次订货36万吨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这个变动的订货成本啊 它和订货次数是有关系的 那自然也就和这个订货量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 一年如果订货20次呢 一年订货20次 那每一次应该是多少呢 就应该是18万吨了 所以啥意思 就是 每一次的订货量 如果要越少的话 一年的订货次数就应该越多 订货次数越多 产旅费啊 油资费啊 就应该是越多的 所以 订货变动成本 和每一次的订货量之间 应该是反向关系的 是反向关系 这个过程啊 在预计班当中 就是了解一下 咱们大概知道 这样的一个思路 你也不需要去背它 了解就行了 那都是为后续基础班的学习 做铺垫呢 我们后续的 就会有相应的一些计算公式之类的啊 别太着急 慢慢的去吸收就行 那下边再拓展一下啊 就是我们讲完了 存货的成本 从大类来说 是三代类 包括取得成本 储存成本 和缺货成本 而取得成本又包括两类 就是有购置成本 和订货成本 这两类 储存成本呢 又可以分为这个固定的和变动的储存成本 所以整个展开啊 像订货的成本里边 也包括订货的固定成本 订货的变动成本 储存里边也有固定的 也有变动的 就这些啊 一堆成本都给它加在一起 然后 注意啊 就是在存货管理当中啊 最关键的 就是要确定 到底每一次的订货量 应该是多少 才能使企业存货总成本 应该是最低的 那存货总成本 就是上边这个公式 那也就是存货量 到底是多少的时候 才能使存货的总成本最小呢 这是存货管理最核心的内容 而这样的存货量 我们就把它叫做最优存货量 或者就叫做经济订货量啊 而在经济订货量当中 所考虑的主要的成本 就是两个 一个是订货的变动成本 一个是变动的储存成本 剩下其他的成本 都不需要去考虑啊 只考虑两种类型的成本 但是到底怎么来考虑 依然基础白来学习啊 下边呢 关于存货管理啊 相关的一些决策 存货管理的决策 就包括刚才说的最优存货量的确定 也就是那个经济订货量的确定 还包括保险储备的确定 也就是以防万一 未来就有不确定性 那到底有个突发的情况 我这存货要留的比较少的话 就没有办法应对 就会出现缺货成本 因此呢 就需要去确定最佳的保险储备 还有存货控制系统 而最重要的就是最优存货量的确定 也就是经济订货量的确定 它这里边是有两种模型的 一种叫经济订货的基本模型 还有一个是基本模型的扩展 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公式 而且绝对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可是预习班了解有这样的内容就可以了 具体肯定基础班在学啊 所以存货管理呢 也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了啊 我们主要是知道一下存货 涉及到的一系列的成本 然后大概我们要学习什么 将来基础班这一章 这一节里边介绍什么样的内容啊 知道这个脉络就行了 好前边所介绍的就是 现今的管理我们讲了四种成本 又讲了三种模式 介绍了应收账款的管理 我们讲了三种成本 然后又介绍了关于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 又介绍存货的管理 里边涉及到存货的成本 还有就是关于存货的大概的决策的内容啊 那下边做做题目 来看CT8这道单选 用成本模型计算最佳 现金持有量的时候 下列公式当中 正确的是 你又扫一眼 然后想一想 这是成本模型 那在现今目标余额确定的成本模型当中 需要考虑什么成本来着 注意它是三种成本 而这三种成本是什么呢 就是管理成本肯定有 机会成本有 还有什么成本 还有一个叫短缺成本 也就是让这三个成本之和最小的现金持有量 就是最佳的现金持有量 那你选择什么了 选择的就是B嘛 你看实际上就是在考你关于成本模型 需要考虑的三种成本是什么 没有转换成本 转换成本也可以叫交易成本 没有 没有转换成本 那A和C排除了 没有经营成本 那D也排除了 所以肯定选择的就是B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习第九这道单选 根据营运资金管理理论 下列各项不属于企业应收账款成本 内容的是 应收账款都有什么样的成本呢 A 机会成本 B 管理成本 C 短缺成本 D 坏账成本 不属于 是一个单选 选谁 有短缺吗 没有短缺成本啊 一定要注意哦 现金存货是有短缺的 但是应收账款最好短缺 应收账款呢 是越少就越好 当然 还是要做出相应的权衡 但整体来说 我即使没有应收账款 我这产品也卖的非常好 我在竞争当中就是老大 那在这种情况下 肯定这个应收账款是越少越好的啊 这个题呢 选择的是C 但你要注意啊 如果考试真的出来说应收账款越少越好 那按我们教材思想肯定是错的 那应收账款越少越好 不是哈 它是需要在一定的情况下 比如说销售既定的这种情况下 那应收账款多少它不影响销售量的话 在这种前提条件下 肯定应收账款越少越好啊 下边再看这一道单选题 且将资金投放于应收账款 而放弃其他投资项目 就会丧失这些投资项目可能带来的收益 问你这个收益叫啥呀 叫应收账款的什么成本呢 你一看是丧失的投资收益 那就叫做机会成本 你把资金占用在应收账款当中了 就没有干别的事 那你干别的事赚的钱就放弃了 那这种放弃的丧失的 这个别的机会当中所赚的收益 它就叫做干这个事的机会成本 所以它是一种选择性的成本啊 选择A 下边再来看这一道单选 下列各项当中 不属于存货储存成本的 不属于存货储存成本 A存货仓储费用 B存货破损和变质的损失 C存货储备不足而造成的损失 B存货债用资金的应激利息 你选哪个呢 选哪个 选C呀 存货储备不足 这不说明存货短缺了吗 那短缺造成的损失叫啥呀 能叫储存成本吗 那它就叫做什么成本 缺货成本嘛 缺货成本 有的人说 那B存货债用资金的应激利息 这不应该是机会成本吗 但是存货里边没有机会成本啊 存货的机会成本是 放在了储存成本当中的 所以储存成本里边包含了 存货占有资金的应激利息 就是这个机会成本啊 好了 那这个题呢 选择的是C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节约资金使用成本 这个原则当中的第二个内容 就是要积极的拓展融资的渠道 合理的来配置资源 筹创低成本的资金 服务于生产经营 也就是从筹资的角度 那刚才呢 节约资金使用成本 是从资金占用的角度 来看这个成本的 现在呢 是从资金来源的角度 来看这个成本的 那资金的来源 那营运资金的来源 自然就是流动负债嘛 所以在这里边就会涉及到流动负债的管理 流动负债里边 我们教材上介绍了短期借款 短期融资券 还有一个叫商业信用 这短期融券啊 就是企业发行的 无担保的这种短期本票了解就行 将来呢 我们要掌握短期融券 筹资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然后就是商业信用 那这个商业信用 也是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 先来看一下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主要是给大家捋一捋 我们将来哈 在第七章第五节里边 所介绍的短期借款都有啥内容 我们能够大概了解一下 这个内容框架体系就行了 他介绍了短期借款的信用条件 包括信贷额度 周转信贷协定和补偿性余额 感觉都比较的专业 来看一看就行啊 这块我不解释了 接下来短期借款的成本 就是涉及到利息呀 手续费呀 有用资费用啊 用资费用就是利息啊 还有筹资费用手续费呀 那么关于短期借款的成本啊 它主要是取决于贷款利率的高低 和利息的支付方式 那关于利息的支付方式呢 我们将来还会讲收款法 就是利随本清这种方法啊 还有贴线法 就是利息先要在本金当中来扣除 比如说我从银行借一百万 利息呢 假如是十万 那我真正借的时候拿到手里边的 就是扣掉利息十万的部分 那这个就叫贴线法 还有一种呢 叫做加息法 那这个加息法呢 就是分期等额来偿还 分期等额偿还的这种方法 叫加息法 那在这里边啊 贴线法 加息法 实际利率 补充一点点啊 了解就行 将来再掌握啊 现在就是了解 实际利率肯定都会大于 名义利率 实际利率大于名义利率啊 了解就行 那补偿性余额存在的情况下 实际利率也大于名义利率 但你要知道啊 在预习班里边不要再拓展了 我们将来基础班再学习啊 为什么实际利率大于名义利率 名义利率是啥 实际利率是啥 这些就不再拓展了啊 我们不讲啊 因为预习班还是时间有限的啊 不讲那么多 这是短期借款的一个框架体系啊 你知道就行了 然后下边我们再看商业信用 商业信用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销售一批货物给你了 然后你三十天给我钱 那这就是商业信用 相当于我提供了一笔资金给你啊 所以它是企业在商品老物交易当中 以延期付款 预收货款这些方式 进行购销合同 而形成的 你看借贷关系 所形成的借贷关系 我把货卖给你 你没给我钱 不就相当于我把资金先借给你了吗 这就是一种借贷关系 这种借贷关系 是以企业之间的直接信用 作为担保的 也就是市企业之间的直接信用的这种行为 你信任我 我信任你 那这样呢 我们之间才会有设购设销啊 那也是企业短期资金的主要来源 商业信用是企业筹资的一种方式 筹集的是什么样的资金呢 短期资金啊 因为那个信用期限不可能很长啊 那么关于商业信用的形式要知道 主要包括应付账款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啊 应付账款 就是你买了我的货 没给钱 货拿走了 形成了应付账款 相当于我借给你一笔钱啊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类似 只是以商业票据作为媒介 那将来你要还我票据款 应付票据 还有预收账款 预收账款呢 就是我要卖一批货给你 但是我这货特紧俏 你不事先给我货款 不事先预付款的话 那你是买不着的 所以我就在卖货之前 先收到了一笔款项 这个就叫预收账款 所以预收账款相当于是 企业占用客户的资金啊 预收账款 下来呢 还有应计未付款 那这个应计未付款呢 像应付职工薪酬啊 应缴税金啊 应缴税费啊 应付利润啊 还有应付股利啊 等等 这些都放在应计未付款里边 是属于商业信用的形式 好考试呢 一般可能就会考多选题 问你哎 以下属于商业信用形式的 有哪些呀 那你别整出以短期融券来 别整出以短期借款来 那都不是啊 商业信用主要就是在购销活动当中 所形成的短期的资金占用的这种行为 那我们除了掌握商业信用的形式之外呢 下边还需要掌握关于商业信用决策的基本思路 这个思路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我卖你这批货啊 我提供了现金折扣的条件 现金折扣条件前面给大家说过啊 我们用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10天之内付款 享受2%的现金折扣 30天之内付款没有现金折扣 是这样的一个现金折扣的条件 那现在呢 作为你就需要去决策一下 到底应不应该享受这2%的现金折扣 因为享受2%的现金折扣呢 自然你就会少付2%的货款 那假如说你手里边有钱 那你就需要去决策 到底应不应该享受这个现金折扣 或者是是否要放弃现金折扣啊 那怎么去决策 就看你把这笔钱 如果用作其他投资的话 你就不付钱 不付货款 你就有钱 但是不付啊 因为你可以干其他的事 干其他的事就是短期投资 那短期投资的收益率 比如说是10%啊 假如啊 10% 然后放弃现金折扣 你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因为你没 相当于你就付出了这个机会成本 是吧 那这样呢 你放弃现金折扣的信用成本率 假如说是8%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是要放弃呢 还是要享受现金折扣呢 我做其他的投资 把这笔钱能赚10% 那我如果要是享受现金折扣呢 那我能赚8% 当然了 我肯定就要放弃现金折扣 也就是要做其他的这种投资嘛 这种情况就会放弃现金折扣 那这是说我手里边有钱的情况下 那如果手里边没钱呢 如果要享受这个现金折扣 必须要从银行借钱 你从银行借钱就需要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的高与低 肯定是和银行借款的利率是有关系的 那假如说银行的短期借款利率是10% 而放弃现金折扣付出的成本率是8% 8%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是享受你还是放弃呢 是不是要放弃现金折扣 那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 就是如果你要享受现金折扣 那就得从银行借钱 从银行借钱你付出的代价是10% 那你想受得到啥呢 得到的你想受现金折扣了 得到就叫收益率 那得到的收益率是多少呢 8% 好嘛你成本是10% 得到的收益率是8% 你觉得合适吗 那肯定是不合适的是吧 得不偿失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也会放弃现金折扣 你付出的代价太多了 所以当然就不能选择从银行借钱 来还这个货款啊 所以就要到第30天去付款去 这就是他大概的思路 但是在我们预期班没讲什么 就是放弃现金折扣的信用成本率 到底该怎么计算 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式 后续基础班给大家来讲解啊 现在不说了 你主要知道商业信用这块的决策 像这样的基本的思路啊 就大概的决策思想能够理解一下 好这是商业信用里边的知识啊 下边我们做做题 来看这道多选 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短期资金的一种来源 主要的表现形式有什么呢 应付票据 B 季节性周转贷款 C 应付账款 D 预收货款 这个题选什么 问你商业信用的基本形式 商业信用的基本形式 就包括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货款 季节性周转贷款 这是短期借款啊 它不属于商业信用的 反正商业信用是购销过程当中 所涉及到的 主要啊 主要是购销过程当中 涉及到的 当然像这个应付未付款里边 还涉及到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什么的啊 这个主要的 主要的内容 主要的商业信用的形式 是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预收货款 当然如果要考到应付未付款 你也要知道啊 这个呢 是商业信用的形式 好 那关于营运资金管理的第三个原则 就说完了 我们再看第四个原则是啥呢 是维持短期的偿债能力 也就是在营运资金管理当中 还需要去考虑偿债能力怎么样 而且由于是营运资金嘛 所以考虑的偿债能力是短期偿债能力 短期偿债能力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就需要合理的去安排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例关系 要保持流动资产结构与流动负债结构的适配性 保证企业有足够的短期偿债能力 这个是营运资金管理的重要原则之一 那我们就需要去衡量一下短期偿债能力 用什么来衡量呢 短期偿债能力的分析指标 这就不是第七章的了 这就是第十章的了 所以关于短期偿债能力 用哪些指标来具体做分析第十章的内容 里边涉及到营运资金 我们已经汇算了 就是用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 还有三个比率 叫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比率 那看一看认识就行 在我们预期班里边都不需要 死了白咧的去背这些公式啊 没有必要 因为后续还得学呢 在理解的基础之上还要学习 所以现在只需要看一看 大概的思路过程就行了啊 流动比率是用流动资产 除以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速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 现金比率 用现金类的资产 包括获益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除以流动负债 总之呢 这三个比率啊 共同的特点就是 分母都是我们要还的那个短期债 要还的短期债是什么呢 流动负债 而分子呢 看名字 流动比率就是流动资产 速动比率就是速动资产 那啥叫速动资产呢 速动资产就是在流动资产里边 要剔除变现速度比较慢的 那个存货呀 运付账款呀 等等啊 呃 这个流动比率 这个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比率呢 都是第十章 第十章里边也也介绍了营运资金这个基本的指标啊 好 这是嗯 衡量短期承债能力的指标有哪些 这样关于整个第三节营运资金管理的呃这个内容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呃那么这一节的内容也不少呢哈 但整体来说都是一个大概的框架 那我们再回到刚开篇的时候给大家提出来的几个思考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回想一下这些问题啊 首先呢 什么是营运资金 百分之百知道了吧 什么叫营运资金啊 主要说狭义的概念啊 就是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 这就是营运资金 接下来营运资金管理包含什么内容呢 流动资产管理啊 流动负债管理啊 流动资产管理里边又涉及到现金的管理 营收账款的管理存货的管理 流动负债里边又有短期借款 短期融券商业信用这些啊 接下来营运资金管理原则 你看整个贯穿于这一节 就是营运资金管理的四大原则 在介绍这四大原则的时候就讲了 每个原则里边所涉及到的一些细节的知识啊 呃营运资金管理原则一共是有四个 这四个不需要你去背啊 说真的 你这里边你都背下来考试他也有不考 你主要是理解一下 说现在不知道四个原则 你要能说出来就怪了 你把前边这四个原则啊 翻翻说啊 翻翻讲义啊 看一看就行 总之它是贯穿于我们整个这一节的一个脉络 那接下来就是流动资产投资策略 包含哪些呢 包含那个多的叫宽松的 还包含那个少的就叫做紧缩的 宽松的流动资产投资策略和紧缩的流动资产投资策略 那流动资产融资策略包含哪些内容呢 融资策略一共是有三种啊 那这三种就叫期限匹配型的 保守型的 激进型的 怎么比的 就是把短期资金来源和波动性流动资产做比较啊 下边就流动资产管理 包含哪些内容 就刚才说的现金的管理啊 里面又有什么成本啊 三种模型啊 主要是翻一翻回看一下就行了啊 还有存货呀 应收账款呀 那像这些成本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还是需要大家去熟悉一下的啊 好这样关于整个第三节 营运资金管理的知识点 在我们预期班当中 就全部都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大家辛苦了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